他这开场开得好像还蛮简单的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大爷你好 你好你好大爷 这我看你现在的状态有点紧张 你得放松 因为一会儿你可是要跟这个著名演员对戏 你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 大爷的风格很稳健 好大爷 加油 出发吧 我跟你说 我们的大爷绝对是稳健派的 看他这个不写山不露水的 一会儿我看郑浩怎么招架 不是我跟他们教教这个 你干啥的呀 我是来学跳舞的呀 学跳舞的呀 我觉得你有点像捣乱 我不是来捣乱 不是来捣乱 那你 你说你一个小伙子 为什么到这来学 参加这个咱们这个叫什么 全民健身运动吗 全民健身运动 现在我请你跟我学学咋太极 多好啊 一会儿的咱俩 不计咱俩 现在下去咋两块极 我晚上的 晚上的 晚上的 好 那您在边上跳 我先跟他们跳羊羹 请我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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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还给那个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阿姨 您好 您好到这边来 刚才表现得非常不错 还有你的伙伴们表现得也很好 但是现在你看 我们的另外一个演员 已经过去给他出难题 那个大爷 也是我们的演员 但接下来呢 你告诉郑浩 你说小伙子可以跟我们跳 但是你得找十个人 你得拉一些人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因为你就一个男孩嘛 你融入不到我们这儿去 而且让他跟穿上 跟你们一样的服装 怎么样 可以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加油 耶 小伙子 过来 你要是加入我们队伍也可以 你去场人 去场人 穿上我们的服装 十个人 十个人 穿上我们的服装 那衣服哪有卖的呀 你自己想办法吧 不说我们差不多就可以了 行行行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好那我将你完成这个任务 你才能融入我们那时候队伍 是行 撞到咱们队伍呗 对 这样可以了吧 行 我去找找 去找找